各位大德 各位菩薩 阿彌陀佛 今天 是我們要講 大乘黎文字 普光明藏經 第二講 那在第二講裡面 各位回想 第一講 第一講其實我們只講了兩個字 叫大乘 只講兩個字大乘 給我們講了第一講兩個多小時 可是為什麼大乘 在這部經裡面 它用在大乘 李文字用在最前提 而這部經 它是荒等經 這部經 也是玻雷經的重要經論 雖然文字很短 可是這兩個字大乘 要顯現奇異 這個是了脫生死 真正可以回歸如來自信 很重要的兩個字 叫大乘 那個這個經文 大乘 大乘 李文字 普 光明藏 這部經 吉巴卡拉翻譯 那麼這部經 強調是兩個字大乘 那我們在第一堂課的時候 各位大家要互習喔 今天 講這些 一定要地聽喔 這個對各位 有很大的幫助 各位一定要知道 經典 是佛講給我們聽的 所以我就說過 它不是一個文學 不是一個哲學 它是我們安身立命 最重要的智慧 我們為什麼會痛苦 在六道輪迴痛苦 就是我們有妄念 就是我們不了解真相 當我們了解真相的時候 各位沒有生死 也沒有虐盤 就在當下喔 可是當下是什麼 各位先要了解 什麼叫大乘 那個大乘是什麼 在復習 因為要先把整個經 經題 要非常的了解 各位你要確定 第一堂課 你聽的 你完全懂 你完全吸收 你體悟了 你體味了 好 那麼這大乘 這是根據大乘起信論 為什麼要做大乘起信論 因為馬民菩薩知道 佛陀虐盤後 就六百多年 佛的教法分歧 大家莫衷一世 而真正的要回歸自信的圓滿 馬民菩薩把統色為 一定要以信為主 信為信 信為一切道元功德本 信什麼 信什麼叫大乘 那個大乘 他真正的環文 環語中文叫 摩赫眼 摩赫眼 這個Maha 摩赫就是大 摩赫眼 就是大乘 那個摩赫眼是大乘 這個是中文 跟他的含義 這個是幻文 跟他的含義 是一樣的 可是各位 既然大乘叫摩赫眼 摩赫眼 這個意思叫Maha Maha叫大 大 多大 它不是 世間上大小比喻的大 它是什麼 無量大 那種無量大是原文字 是沒有辦法形容的大 有多大 各位 如果我們人不夠講人體變了 如果用嫩眼睛的觀點而言的話 各位 我們間地上 科學家間地講的那些 無量大的虛空 跟 Maha來做比較的話 如片雲點太輕 這個都是形容 就是沒有辦法形容了 那個這Maha在哪裡 你找得到他 各位你就圓滿就近了啦 那個他在哪裡 原來 他就在我們的心裡 所以什麼叫Maha 什麼叫摩赫眼 什麼叫大乘 就是 眾生心也 個重點 就這句話 就憑著這句話 喔 所以原來大乘 在哪裡 眾生本據 他完全圓滿 那個六祖也結束過大乘啦 各位 六祖把大乘 把他形容他叫自信 那各位六祖大錯大悟以後 他跟五祖的報告 他講的這番話 何其自信 什麼叫何其 想不到 想不到 原來是這樣子 原來我們的自信 我們的Maha 我們的摩赫眼 是什麼呢 何其自信 本自清淨 他本來就清淨 不是你修來修清淨 他本來是清淨 是我們妄念以後 把他汙染而已 可是我所謂的把他汙染 他也沒有被汙染 他本自清淨 我們認為的汙染 是我們的意識心 忘心認為的汙染 那個我們認為的汙染 佛性不汙染喔 是我們認為的汙染 我們的輪迴 是我們自己認為的汙染 在輪迴 請各位注意 所以天堂第六道輪迴 可他是屬於妄境 六道輪迴是屬於妄法 妄境喔 他說我們心裡面的妄心 再輪迴 真心本性不輪迴 那個真心本性不參與輪迴 啊怎麼辦 我沒有什麼學佛 學佛就不要輪迴啊 各位啊 你回歸真心本性的那句話 這個稱為叫自信彌陀 唯心淨土 所以一句阿彌陀佛 能滅掉八十億億劫的 生死重罪 為什麼 各位你們做清楚了 因為一念的真心本性 一念的大乘 一念的摩赫眼 他本自清淨 不參與輪迴 那既然他不參與輪迴 不是八十億劫的那一種忘心 所做的忘念的罪 不是就不受到干擾的嗎 所以才有這句話 各位跟你講 佛經所講的還有祖師大德大徹道 所講的話 各位不要懷疑 而且從來到後 我出教講經三年 從來沒有矛盾過 這個都是有邏輯可行的 不是隨便聽一聽的迷信 一句阿彌陀的功德那麼大 為什麼那麼大 你回歸的 本有的大乘 何其自信 本自清淨 叫本來清淨 他從來沒有污染過 也從來沒有清淨過 那本自清淨是 不夠不盡的清淨 不是世間上所講的污染跟清淨 世間上污染跟清淨是相對話 佛 內心是絕對話 不了解不了解 所以這部劇的開頭就要跟我們講這個 所以 什麼叫大乘 就是我們的心 因為只有心才有可能那麼大 所以叫大乘 各位聽得懂嗎 這個大不是大小的大 是我們的本心 哪一種 普周華 就有哪一種大 那各位這個心 既然是心 那怎麼了解心 怎麼去了解 這Maha 心 Maha 就是心 第一個 心 有一個名詞 叫做化 所以化即心也 有一個名詞 大家要知道喔 所以各位我們實在講 一切化心享生 一切化心享生 化就是心 所以各位這邊喔 最能夠引用的 裡面最能理解 是勇家大師 鄭道哥的那句話 心是根 化是成 兩者猶如 近上橫 所以各位化是心裡面 這個鏡子顯現出來的 等那一個 成相 化相 叫做化嘛 所以心化不二 所以各位佛經諸有 你打開這個 親到化 就是講心喔 各位 很多人沒解說化就是 喔 所有的外在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都叫化 各位 在心裡面才叫化喔 所以才叫一切化 心享生 各位 如果這句話有矛盾的話 就是我們解釋錯誤 如果外在的叫做化的話 那請問各位 一切化心享生 那我心要想鑽石 為什麼不出現鑽石 所以 這個有時候 我們在經典裡面 我們不甚理解喔 佛教會變成 宗教信仰 反正佛講的都對啦 不要挑戰他啦 啊你懷疑咧 懷疑你歸懷疑啊 為什麼你歸懷疑沒關係 因為 因為佛經上講不能放火啊 所以我不敢懷疑佛啊 我懷疑他 我有罪過 佛也不會來 保佑我啊 所以念過去就好 各位 如果這樣子學佛的話 你沒有辦法成就 所以經典無人說 衰字不能解 所以各位 一定要知道法義 你才能進入到 法義裡面 尋者持法 而了脫生死 法是心理上的現象 才叫法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你心裡面想鑽石 請問各位 你用什麼味道 鑽石有沒有出現 有啊 那個出現是什麼樣的出現 心理鑽石的影像出現啦 當然啦 各位你回去想到我 我就馬上 變出來給你 這個是卡通影片 這是迷幻小說 各位你想到了 當然就出現體佛啊 不然就出現誰 你想到了 出現皮卡丘 這個你不正常 一定想變成我 這個叫一切法 心想身 我們學歷史人物 你想李白 雖然你沒有看過他 可是 李白的詩詞 李白的形象 當然就出現了 因為你研究李白啊 我舉這個例子給各位聽 喔所以我們心有這個作用 一切法心想身 對 那既然一切法心想身 那我要問你喔 那個天堂跟地獄 請問 是不是也是心想身 是啊 所以各位 當我們要往生的那一刻 你想地獄 當下地獄就出生 請各位聽我說 那你說 我這一輩子都幹了很多好事 那各位 我想地獄就出現地獄 當然就出現地獄啊 這個你才知道 佛法跟我們講真相 講得那麼樣的徹底 很多人都是跟我講啊 我學這個幹什麼 我要做好事就好了 當然 這個是因果的善果 因果的善果啦 善果也是幻想 你心想什麼就變什麼啦 聽得懂不懂 地獄是怎麼來的 貪嗔癡來的嘛 當我們要往生的那一刻 不要說往生就在 當下 貪嗔癡的那一刻 地獄、惡鬼、畜生 當下就出現了嘛 所以各位我好像講一個公案 你們好像也聽過 這個人好像是七七光 可是我要考證 可是重點不是重要 七七光去問一個大禪師 去問他說 你坦白講 真的有天堂跟地獄嗎 各位你知道 禪師 對著這位大元帥講說 我們的皇帝怎麼會笨到 用一個 那麼愚蠢的人 來跟我講話的這個人來當大將軍 來體育外福呢 可是這將軍聽到這句話 馬上 從 腰片 腰間上 拿出 寶劍 把他 寶劍 要笑笑 要 包劍要出來 禪師馬上講 將軍 地獄不是出現嗎 那一刹那的憤怒嗎 各位有沒有聖誕堂跟地獄 由一切花心相生 跟要懂喔 是個現在的什麼叫 Maha 摩赫眼 它是花 這個花 具有兩個功能 我們已經說過了 可是還要再一次 因為這太重要了啦 你要再消化一次 如果你現在是第一次聽的話 更理解一次 這個花 有兩個功能 兩個功能 第一個 是真爐的功能 這個心 四心真爐門 獻出真爐相 真爐門 這個心的真爐相 它不生不滅 不夠不進 不爭不見 可是這真爐相 四心 真爐相的這個花 一個功能喔 我們把它稱為 它就叫做體 它是花的體 它是心的體 心的那個體 它本是吉妹 它不生不妹 你講不出它是什麼 語言文字也難表達它 所以叫理文字相 可是真的就是有那一個 所以叫不空 各位這件一定要知道喔 等一下要介紹一個菩薩 就是 不空見菩薩 有個菩薩叫不空 所以各位中國四大歡義家嘛 我們知道嘛 各位這四大歡義家 第一位 揪羅摩斯大師 第二位 真爹大師 第三位 玄奘大師 最後一位 顯密圓通的 不空大師 各位什麼叫不空 什麼叫不空 神經病 法性空極 無忘顧 法性本來空極的那樣東西 你看不出來 你找不出來 它當下 沒有一天離開我們的那一個 本來存在 本質具足毫無消失 所謂的不空 是什麼不空 我們的真心絕對不空 所以叫不空 各位天都懂不懂 而這個不空來自於空 所以叫空不空 所以空極不空 不空極空 什麼叫空 從體善而言 空 本來無一無空 可是有那一個 本來無一無的那一個 所以不空 所以叫空不空 各位 你如果懂得這個 不要被文字把我們繞著轉 你就會清楚囉 各位天都懂不懂 空 本來無一無當然是空啊 用文字來表達叫空啊 可是 有一個本來無一無的那個真心 所以叫做不空 所以我們有一個不空 我們有一個不空 所有的眾生都有一個不空 那個不空叫空 所以叫空不空 各位這邊如果了解的話請各位顧張一下 所以我們有一個空 那個空叫阿彌陀佛 因為他無量光無量壽 無量是什麼意思 就是媽哈嘛 所以我們有一個空叫做阿彌陀佛 有沒有那個真的有 所以要唸阿彌陀佛 不能白唸的 所以叫不空 所以阿彌陀佛是空 可是你唸這個空 所以他不空 他真的存在 那是我們要往生的依據 如果連那個也沒有 你往生去哪裡 各位天都懂不懂 所以我們往生去的那個地方是空 他不是世間的物質環境 如果往生去的是世間的物質環境的話 佛陀佛會叫我們去那個地方 各位了解嗎 他是空 往生到空 既然他是空 所以那個地方無量光無量壽 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 所以那個地方 各位 說命無常 那個地方 空間 你只要隨著你的意念 一聲聲 就可以到達 所以那個地方 每一個人就在那邊 一個地方成活 為什麼 所以叫阿彌陀佛是 他永不退轉 因為他就是我們的本心 哇 所以你真的懂得這個 各位 給我們一個 很大的光明路口走囉 而且也不難啦 為什麼不難 本來大家本來就存在的 怎麼會難呢 是各位不了解 不體悟 而用妄心來看化界而已嘛 所以 化的意義 真如相 他是體 可是各位 一定要知道 走後面很重的概念 賢索國師 在大聖起經論的序裡面講得很清楚 所以他是一個大徹大悟者 他是一個陸地的大菩薩 這些都是倒架持航 可到達 我們 使法界 來教導我們的 我們 我們的化 我們的真心 真如相是體 這個體 他有個作用 有什麼作用呢 他是佛佛婆婆的 他是有隨緣的作用 所以各位猜就一句話 法性雖然空極 他靜密虛擬 可是未常 乖於果報 未常 乖於 因緣 乖的意思 就是違背 這種活活潑潑 本來無一物的體 他碰到 因緣 他就會獻出像 那各位 碰到因緣 就獻出像 這個像 給我們給他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 叫做 因緣 生媚像 所以 我們的心 具有不變的特質 我們的心具有不變的特質 不變喔 可是這個不變的特質 它同時存在 具有隨緣的特質 而這個隨緣的特質 他是隨著緣 而且隨緣出現的這個像 一定是生媚像 所以各位 六道輪迴 六道輪迴怎麼去的 就是 所有眾生的心 真如相 碰到了因緣以後 產生出來的生媚像 所以才有十法界 有六道的存在 可是這句話 聽得懂不懂 所以六道輪迴是個生媚像 我們人道是生媚像啊 我們有生媚啊 可是地球一定會毀滅啊 這個不用講啊 我們地球不知道毀滅幾次了 你問物理學家 請問這個 研究這個的人 他們都知道了啊 所以 它會有四個現象 生住意媚 成住壞空 這個稱為叫生媚像 而這生媚像怎麼來的 就是我們的真如本性的真如相 碰到了源以後 它就會出現的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十五法界 再來看六道輪迴 跟十五法界 十五法界在擴大 六道之上 身文言訣 菩薩佛 稱為叫十五法界 那各位 所有的環路這邊 稱為叫六道輪迴 包括天界是六道嘛 各位這六道怎麼來的 十五法界怎麼來的 就是 眾生本據的真如相 碰到因緣 所產生出來的生媚幻象 多了個字幻象 所以金剛經告訴我們說 還一切相皆是虛幻 那請問各位 我再問你們 還所有相皆是虛幻 所以十五法界的相 都是虛幻喔 這些虛幻相 是從什麼 演變出來的 什麼演變出來的 就是我們的真如相 我們的真心本性 演化出來的幻象 那你懂得這個 所以你就忘記了 要讓他忘記了 你懂得這個 忘記了 什麼叫忘記 你要了解他是虛幻相 既然虛幻相 不要受他干擾啊 各位我跟你講 你就還原了啦 所以顯手國師在解釋 華元經的時候 各位就是我出家的第一部經啊 忘記還原觀 為什麼我們可以還原 為什麼我們可以成活 為什麼 可是這道理 你聽了就懂了啦 如果佛是高高在上 佛是遠在天邊的話 請問各位 任憑你 三大阿真其協 我們也成不了佛 原來佛在哪裡 佛 與我同在 沒有一天離開我們 佛 就是我的心也 這是我的真如相也 所以各位怕什麼 所以這部經 講這個主題 是為什麼那麼重要 各位其實每一部經都很重要啊 這部經是我有靈感而來的 而且它又短啦 短 各位去聽聽看這部經 所以各位這個稱為叫大城 那各位我要講到這邊喔 你要重點了解喔 你現在對你的心的本質 有沒有清楚 有的話各位要鼓掌一下 我安理你也知道啊 你就知道啊 我知道 把握這個心了啦 所以一切唯心照啊 你去看啊 你念的 活經的每一句話 你都能硬心啊 三千大千是一切唯心照 真多啊 怎麼照的 真如相造出了 碰到因緣 造出了 實法界的生命相嗎 就懂了 好 那個這個你懂的話 你真的這個懂的話 第二個 再討論一次 各位因為這個討論完畢 要講什麼叫普光明喔 第一個 心 叫法 第二個 討論法的含義 討論義也 知道心的本質 它有個體 這個體 它獻出相用 環節獻出相用的 都是屬於因緣生命相 所以從義而言 它具有三義 那三義 第一個 真如相的體大義 體 體大 這個叫體嘛 以這個為中心這個叫體嘛 所以叫體大義 它真如平等 完全平等 真如是完全平等 無生命相 無生命 各位 你看喔 從體而言是沒有生命喔 可是可不要忘記 沒有生命的體 會現出有生命的相 各位聽得懂不懂印象 所以不生不滅跟生命是同一件事 不生不滅 現出生命 然後再從生命相裡面回歸不生不滅 各位這個 修佛厲害 這是金剛經講的那一段話 若見諸相 請問各位 諸相有沒有生命 有啊 可是了解 生命的相是什麼相 是影相 是假相 各位 你就可以看到 不生不滅的如來了啦 因為生命的相 是從不生不滅的 真如相 所顯現出來的幻相 你看到幻相不是就看到 生出來的那個真相嗎 各位這個叫做 玻璃智慧 那环乎呢 任憑你多聰明 你是諾貝爾講的 或者你是AI教護 多聰明 賺了多少錢 給我告訴你 你還是在生命相流轉而已啦 各位這個叫聰明 四字變聰 不如一個智慧 各位 為什麼 在怎麼樣的聰明 獻出的生命相 有生就有滅 最簡單講的 你能保住多少的榮華富貴 好 讓你能保住多少 因為你的錢用不完 你的權利用不完 你可以 這個 弟友祖祖孫 可是 你的身體 一定用得完 真的 所以這個哪有什麼智慧 真正的智慧是什麼 是回歸 那一種 不要講兩個字永恆 這也是一個名詞 回歸那種 不生不昧的 本心 才是智慧嘛 所以才叫做 若見 諸相 灰相 極限 如來 你能懂得這個 各位 所有 外在 所有的 包括你的色身 的生命 說實在的 與你何相干 你能這樣子的話 才真正說到 不畏懼喔 不畏懼是不是 我讓我自己不畏懼 你讓自己不畏懼 你會更畏懼 什麼叫不畏懼 華爾如是 怎麼哪有東西讓我畏懼 所以佛 對於 普賢菩薩那一番話 你如果能體悟 你這邊 你就讓得清楚啊 佛對普賢菩薩 講一句話 修行的要義是什麼 知患 疾離 竟然是患就離啊 可是所謂的離叫 不疾不離 不是要離開 什麼叫不疾不離 也不需要離開啊 我只知道他是患而已啊 還離開幹什麼 可聽得懂嗎 我們走路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個影子 一直叫影子離開 沒有智慧 影子跟隨就讓他跟隨嘛 他是假的啊 干擾不了我啊 所以不疾不離 所以 我們的心有個體大 這個是體 可是這個體大 一定會 視線出生命的向大 有個體大 而這個生命的向大 而這個向大向大很特殊 雖然文字叫向 他在講什麼 就具備我們如來賬裡面 具備的 無量的功德 各位這個 向大裡面很難了解 可是你知道就好 我們的心 有一個叫體嘛 體嘛 這個體裡面具有一種功能 各位 我們佛精神來講功德喔 很多人會把功德當做什麼呢 喔就是 會讓我非常有 有非常好的 我們甚至把功德跟福報 這兩個都把它取溫了 福報就是有違法 功德就是 無量無邊的 也對 可是各位真正功德在佛精神來講什麼呢 就是本能 一種特色 一種本能 這個稱為叫功德 各位我現在跟你講 你知道以向而言 我們這個身體有多大的功德 各位你又聽到功德囉 請問各位 功德叫特色 叫本能 各位去看看 如果你學醫學的話 我們這個身體 既然就好像一個 維繫的工廠 那麼樣的細膩 可以維持我們的色身 這個叫做身體的功德 各位現在在講嘛 各位如果你看discovery 有一種鳥 最小的叫蜂鳥 不知道有沒有看聽過 好像台灣沒有蜂鳥 你知道蜂鳥 它的翅膀 翅膀 的速度 震動的速度 各位有一個數據 各位因為我不是研究這個我不知道 竟然你不可思議的那個數據 可以讓它 在飛行來時停止的當下 它停止來在震動喔 這個就是蜂鳥的功德 就它的本能能夠這樣子 那個我們心的本能 具有什麼本能 有無量的本能 跟你不能想像 所以各位你去看看 我們這麼厲害 心有一種無量的本能 那各位這個稱為叫向大 那個這個無量的本能用來做什麼你知道嗎 用來 如果你是佛菩薩的話 用來幫助眾生 如果你是懷疑的話 用來 行善惡之夜 各位聽懂嗎 所以這個稱為叫做 體向用 最後是什麼大 用大 所以 因為我們有個體 有個像 它能產生的 四肢處 之間的 所有一切 各位 都是屬於用大 都是來用的 包括人世間的一切 像現在AI的發明 像半導體的發明 各位 以前你去看喔 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 人類有一個很大發明 交通的貢獻 飛機的發明 這個都是屬於 用大 為什麼用大 因為有個像大 像大 因為這些的發明 是人腦 所想出來的嗎 所以我們具備的 那一種 可以 想出 很多功能的 想法 很多功能的 智慧 如果呢講 世間法的話 不能稱為叫智慧 叫聰明才智 他可以發明了這個 我發明這個幹什麼 來便利 便利 人類 可你看 工業革命 重點就是火車的發明嗎 火車的發明 是人想的啊 為什麼人想的 因為人 具有 體大 具有 增儒自信 增儒自信 具有向大 他能夠 具有一種 可以發揮的 潛力 那發揮的潛力 他能做出 這些器具 做出這個幹什麼 可當然 有些是為了要賺錢 有些是要利益眾生 甚至 有人用來做 侵略領土的戰爭 所以善跟惡 用大 隨著 人類的 貪婪心 隨著人類的那種愛心 他所用的 用大 就不同 各位安德上聽得懂不懂 可是站在智慧的角度 這個用大 諸佛 本具有體相用 他是根據 用 就是在 用這個體跟相用的三者 而回歸本心 而菩薩也是乘著 體相用的新的功德 回歸到如來地 這個是從出世的智慧來講 所以各位如果了解的話 我們的心 具有不便跟隨緣的功德 而這不便跟隨緣的功德 它具有三個含義 同時具備了什麼 體相用 而這個體 我們把它稱為這個叫化身 這個相 稱為叫爆身 所以爆身是功德 那個這個用 稱為叫化身 所以我們在講金剛經的時候 化化爆三身 三則一 一則三 一三三一 個本不離 各位這個就是我們心的功德 所以各位 我們剛開始講大乘理文字 普光明常經 先要把什麼叫大乘 一定要弄清楚 喔 原來大乘就是人人所具備的本心 再復習一次 我們的本心 具有兩個含義 具有兩個 從化的角度裡面 化就是心 第一個 我們有個不便的平台 這個叫做真爐 那這真爐會隨著因緣 注意喔 真爐是隨緣的喔 所以為什麼六道眾生 大家都是佛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真爐 可是為什麼大家不同 出現在六道 因為因緣不同嗎 聽懂嗎 迷霧不同嘛 迷霧不同 因緣不同 就在六道輪迴嘛 那反乎眾生 是因為只知道有六道輪迴 而不知道有個真爐相 他只看在什麼 只看在因緣生命而已呀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因緣生命裡面流轉嘛 那個佛以一大數因緣 出生在 我們沙伯世界 他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告訴我們 開示誤入 開示什麼 開示佛之見 什麼叫佛之見 就是要告訴我們 我們有一個 Maha的真爐 這個叫佛之見 開示 那要我們怎麼樣 去誤入 原來有哪一個 當你知道 原來有哪一個的話 我跟妳講 如果妳是大根器的話 得來全不會功夫 各位聽得懂不懂 所以信為一切道遠功德本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聽經 各位妳這個道理不知道 妳怎麼苦修 妳用妳的方法在修 還是錯的方法 我只能真的講 說不定也有效啦 說不定也有效啦 可是各位還是 邪見也 盲修瞎練 為什麼 找不到核心嗎 妳修什麼妳不知道嗎 妳念什麼妳不知道嗎 所以各位一定要懂啊 所以麻民菩薩的大慈大悲 這個不是 佛陀再來人怎麼可能啊 他要跟我們講清楚 跟我們說明白 只是這個真心本性給我們看嘛 而且告訴我們 真心本性本不壞 真心本性 他常自在 真心本性到六祖的時候 又把它再做一個解釋 我們的真心本性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靜 本自清靜就本來就清靜本來就存在 何其自信 再來 不動搖 因為他不動嘛 他不變嘛 不動嘛 再來 何其自信 本不生媚 他也不生不媚啊 他也不是那種生媚現象啊 他是從體的角度看啊 然後 本自具足 具足什麼 具足無量的功德 各位 你去想想我們這個腦筋大腦 人類的重要發明都是人人想的啦 我們具有這種功德啦 既然具有世間的功德 最重要我們也出現了出世間的功德 這個才是最厲害 所以為什麼要出生人道 為什麼六道裡面佛陀罪 贊叹人道你知道嗎 因為人道是保有松果體 是保有最能誤出出世間的福報 出世間功德的 最明顯的一道是在人道 我跟你講 比天道更厲害 天道在世間的功德比我們厲害 因為既然他叫天 所以他的科學喔 我們人類不能跟他比 所以各位 大家知道嗎 就霍心講嘛 霍心講一句話 請你不要太過的探討太空 有一天你得罪了外星人 我告訴你 他跟地球打戰 不是屬烏惡戰爭那種五分平手打得差不多喔 他的那種科學 就好像竟然拿著原子彈 在春秋戰國時代 長平之戰 四十萬大軍 各位不要問原子彈 兩顆飛彈下去 也不要坑殺四十萬當場死亡 那怎麼 去 比較呢 跟我們現在的科技跟外太空 反而是冷兵器跟熱兵器時代 你怎麼跟他打 跟人家懂啊 可是我們比他厲害一點啊 各位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天道的那些天主 都要來跟佛請教 甚至跟高僧請教法你知道嗎 他不是那麼厲害嗎 因為人類是具有最能開悟的松果體 是功德人類具備 所以才有一句話 人生然德 佛法然文 各位今天既然當人生了 你不悟到你要等到什麼時候啊 各位就要坦白跟你各位講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善知識蘭芋啦 各位說實在不管你以前學佛學多久了 各位除非你善根俱足 你真的可以悟到這個嗎 各位你有民心的問啊 我不是說我很厲害我沒有 我也是聽佛所教為我自己悟出了一個 我們來分享而已 各位你有善知識我也有善知識 所以善知識我們應該都要鼎禮共養 沒有他我們怎麼會知道這個 所以各位你現在給我們一個那麼大的希望 那個希望不是遙不可及的 是當下就是 我們有一個真爐門 真爐門一定會出現的 是因緣生妹門你不要懷疑 可是在因緣生妹門裡面只要知道真爐門當下是回歸真爐門 怕的是在因緣生妹門裡面一直不斷的輪轉而已 越走越遠 各位有兩個第一個聽到聖道不信 第二個 根本是聖道燃球 各位現在算是末華還有華喔 可是各位佛有預言 到有一天嫩眼睛失去的時候 各位地球的話滅了 換句話說 當時我的科學雖然很發達說不定 可是你永遠沒有噴巴聽到這個智慧 沒有辦法 這個智慧你沒有聽到的話 你只能隨著你的因緣果報在六道裡面依此的輪迴 各位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各位 這個叫做大乘 所以大乘兩個華義 華 義 生爐門生妹門 義裡面三義 體相用體大相大用大 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如果各位這個了解的話 各位這個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可是這不嫌多 各位我第一堂課就跟你講嘛 我怎麼知道大乘黎文字普光明藏金 各位現在網路那麼發達你是第一次聽的還是老餐的我不知道 所以我該講的我不考慮那麼多 我該講還是要重新再講 如果你們聽過的話 不要選我還 各位再一次再度的確定會讓各位對真爐自信更加的肯定 因為這個毫無廢話 因為這個毫無廢話 體相用好比我們的心 一念不覺深山系 大圓鏡子產生這個叫T 我們的大圓鏡子具有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 能顯像的功能 可單單這個功能叫功德 它就無量無邊了 能顯出什麼像 所有的幻象 身羅萬象影現中 一顆圓光灰內外 這正道哥的話 那個我們的身羅萬象影現中 這個是我們大圓鏡子 這個體大的功德 所以我們具有體大 具有相大 相大具有什麼功德 就像鏡子有種功能 各位什麼人他都造 所以叫胡來胡現 漢來漢現 那個他能造出什麼 造出所有身羅大 這身羅萬象的景象 這個真的叫做 用大 他能用來 獻出所有的像 所以體相用 體者 禁止也 向者 禁止的功能也 用者 能獻出萬象也 所以具有體相用 各位每一個人都一樣 他是婆 他也具有這種功德 我們是凡如也具有這種功德 好 那個當我們懂得 這個叫做摩赫 這個叫做大稱的話 他是禮文字的 為什麼禮文字 文字是只用來表達這個思考而已 本來大稱就沒有文字 他禮原文字 他禮文字像 禮言說像 禮心原像 禮文字像 禮言語像 他本來就沒有 可是 沒有文字 沒有辦法表達 所以稱為叫禮文字 所以禮文字要不要文字 也需要文字 可是文字 只是一個手段 不是最後 我們的真理之心 所以 法杖國師 他才會講一句話嗎 先說國師嗎 他講什麼 他講我們的真心聊透 真心是聊透是從體而言喔 他是絕 絕什麼 絕原像與全體 全體 全的意思 這個上個禮拜 我們講過 全的意思 就是呢 抓餘的叫做全 這個字 這個字念成叫做提 提 提是什麼 補 補受補兔的 籠子 稱為叫提 為什麼要全體 因為你要補魚啊 為什麼要提 因為你要補兔啊 可是當你魚得到的時候 兔得到的時候 權跟提 可以旺啊 所以各位 莊子才會講一句話 德於望全啊 權跟提不是重點啊 重點是魚跟兔啊 所以重點不是在文字啊 重點是什麼 只要知道本意是什麼啊 可是 你沒有權跟提 你怎麼那麼容易 能補到魚跟兔呢 各位聽得懂嗎 所以雖然真心本性 不需要文字 可是沒有文字 你怎麼可能去誤導 這樣子高深的真心本性呢 所以不要文字 是 大乘本身不是在文字 可是沒有文字 沒有辦法主持 他是大乘 所以叫做李文字 不是都不要喔 所以你看 賢所國師才會講這段話啊 好 那個等我們懂得這個時候 所以李文字也知道 現在要解釋 那什麼叫 普光明經 這個太重要了 普光明經 其實在我們這經典裡面 他就有解釋 我現在提早拿出來說明 那我們還沒有進入到全文的時候 先有一個 晶體的概念 晶體你懂 各位全文就會好看喔 普光明 古光明常 我現在把它唸著常 其實有時候唸成賬 可是這兩者的含義 各位不依不易 就有一點不同了 賬的意思 就是寶貝 就是模擬寶珠 常的意思 就是隱常 好 那個普光明常 因為這邊要用常 普光明常 何謂普光明常 各位我們的經典說 普光明常 即華信也 這個要仔細聽喔 那個普光明常 叫華信 經典告訴我們說 世出世間 那邊 依珠 而生 如母懷族 顧名常 各位 所以普光明常的解釋 现在要回到大乘 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效吗 可再听一次哦 什么叫普光明常 如果来解释的话 两个字叫它叫华信 所以普光明常叫华信 可是为什么这部经 把它命名叫做普光明常呢 就是普光明的这一样东西 藏在里面 藏着 就像母亲怀子一般 母亲怀子一定是妈妈 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 她怀着这个孩子 怀孕怀着 称为叫常 所以跟所有的众生 诸佛菩萨跟我们生活众生 三五差别 我们有一个普光明常 藏在什么 藏在华信里面 各位这样听得懂不懂 而这个普光明常 它能伸出 能伸出什么 世间一切 世间一切跟初世间的智慧 都是从它产生的 所以各位我再讲一次 我们的心具有三个作用 体相用 所谓体大 相大 用大 什么叫用大 所有世间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算数学 我们连世间要生活 各位我们要吃饭 各位你去看 你把这个筷子 各位 这个夹的东西 因为毫无思考的 请问各位 是往嘴巴塞进去 还是往鼻子塞 当然嘴巴 为什么 没有人可以教你 不是 大家不需要教你 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性 本具的功德 各位我讲这样 听得懂不懂 各位我再问一个 你拿着铁砂 拿着砂 跟拿着米 煮成换 请问各位 换在人面前 你会拿换来吃 还是拿砂来吃 各位除了你神经病 各位这两者 你会拿什么 换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叫做 我们佛性的功德 这种佛性的功德 叫善分别 所以你不要修佛 修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这样子 这个才做卡住 不是什么都平等吗 为什么不吃杀 这个叫愚痴 这问题人问都不能问 本能里面 我们具有一种妙观察制 各位听得懂不懂 这个我需要人教吗 可是有时候会被文字 把你 各位 名乎住 我要去试验 一个修行人 他有没有平等心 师父 这两者 你要吃哪一个 你看一看 我要吃米 这个没有修行 他有分别心 各位 这你造业哦 各位听得懂不懂这个意思 所谓的没有分别心 不能有分别心 是与分别中 无分别相 要不要分别 当然要分别啊 我们的佛性 本来就具有分别的功德啦 听得懂不懂 是我在分别的当下 没有分别相 所以各位 你要懂这个佛法 一定要从正经 正知见的这个角度 各位来看 你学佛才会成功 不然的话 以后会怪怪你怪去哦 你看我修行多好 你看这个这个 什么 你看我连大辈也能吃 你能吃吗 各位 我又不是狗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懂得这个 办法要做歪楼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 四出四间 四出四间 四间是什么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显现出来 比如说你会算数学 你会去发明了什么 你会有什么样的人伦的关系 什么 这是四字 四出 这个更重要 四出是智慧 了生死的是四出 智 有四间智 跟初四间智 这些智 全部都是普光明常 法性显现出来的 没有他的话 可什么都没有 所以 如母怀子 所以顾名叫常 所以普光明 其实是普光明就好 为什么要多一个常 就讲这个意思 所以称为叫普光明常 所以普光明常 就是智 我们的法性 可这样子听得懂不懂 好 那各位我现在再问 那既然普光明常 就讲我们的法性 那请问 那法性跟法相 有什么样的不同 各位我想要问你们这个 你们一定会看过很多名词 有时候讲法相 有时候讲法性 中国唐朝的时候 玄奘大师的那一宗 称为叫唯士学 称为叫法相 宗 那跟你们问 法相中跟法相中 跟法相中有什么不同 什么叫法相 什么叫法性 今天把它弄清楚 什么叫法 在讨论因此 什么叫法 心也 那心跟法又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换句叫做法 因为心是根 法是成 两者犹如 近上横 心产生出来的 心它是体 法它是相用 那法既然相用 也可以讲 法是体相用 因为它是心变出来的 好 那既然知道 这个叫做法的定义 所以法跟外界都无关 都是指内心的境界 而什么叫法性 就是法的性质 法的本源 称为叫法性 法的本源 法性 是指体 是心的体 法的体 所以称为叫法性 法性 这个法性的法的性质 它产生一种功德 产生什么功德 它能献出法相的功德 各位 你想想看 你眼睛闭起来 眼睛张开随便你 你现在想想什么 不是就变什么吗 各位有时候你会去探讨 我怎么那么厉害 什么厉害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太久 所以我们不觉得 我们也很厉害 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想象空间呢 各位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法性的功德 除非你有一天 已经坏掉了 四大甲盒坏掉了 坏掉以后 这种功德 它就不显而已 可贴得动不动 所以各位 你随便想什么就变什么 你看我想一五幅画就变成一个画 只是我画不出那一个而已 我们的想象空间 跟那一个画家的想象空间 可其实 说不定我们比它更厉害 可是它画得出来 我们画不出来 对啊 各位 我们只差大家这一点 想象空间不一定比它差 比如我现在一个主题 嗨 各位跟你讲 每一个人想象空间 无量无边的想象空间 可是你要把它画出来 这个要训练 听懂吗 体相用的用 要训练 什么叫画家 他可以把它想象的 把它具体的拿着笔 把它画出淋漓尽致 可听懂吗 那我们为什么看到这话 你们感动 因为它的功德在想象 它能表达出来 它在想象的跟我们相企 我也是这么想 所以你才会欣赏这幅画嘛 是这样子而已嘛 所以各位们具备了这种功德 每一个人都是 那当各位我们了解到这个了 已经知道到这个了 所以什么叫画性 你就了解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 在这部经叫普光明 也称为叫普光明藏 众神本具 这叫画性 那个画性它能出现画像 画性是画的性质 画像是画的性质 因为它具有向大的功德 能产生出来的像 这叫画像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各位翻句话说 画像如果是镜子的话 画像就是镜子 产生出来的影像 所以请各位 画像是外在的东西 还是心里面的东西 心 佛法 全部都讲心里面的东西 所以叫为事 各位听懂吗 这跟我第一堂课讲 跟外面的唯心论 唯物论不一样 唯心论 唯物论 都是指外界的像哦 所有的佛法 全部都是事 全部都是心 产生出来的一切 各位 你如果懂得这个 你楞严金 你金刚金 各位 妙法令外金 以及我们 没有多久可能会讲到的 唯魔金 你才能真能兴趣哦 不然懂吗 你在很多看都会矛盾 各位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各位我们要知道 今天我们最大的烦恼 所谓最大就是 稍微一丝丝的烦恼 给我告诉你 全部都不在外界 全部都是内心的为事 只有事 产生出来的幻象在烦恼而已 所以叫为事 听得懂不懂这个意思 都是那个在烦恼 所以各位要了解到 这个佛就开了这个药 要让我们解除这样的烦恼 你能进入到这个 你能进入到这个烦恼 你六道一定存在 你轮违一定存在 你能望尽还原 还原回来 回归到 佛性 各位 当下 我们如果圆满的话 就成为叫成活 如果还在过程 就成为叫菩萨 这样子听得懂不懂 所以这个佛像你了解了以后 它跟佛性的关系 那个佛像跟佛性的关系 如果当这两个关系 你能了解的话 各位金刚经这句话 你才可以真正的体悟 它说 还所有像皆是虚幻 各位要问你们 还所有像皆是虚幻 在讲佛像的像是虚幻 还是外面东西是虚幻 佛像啊 外面怎么会虚幻 这明明是有的怎么虚幻 你头去弄它会痛怎么会虚幻 各位 所有的一切 讲佛维瓦的一切 是会产生生魅的 法像里面 称为叫佛维瓦 因为法像会生魅 各位听得懂吗 你心产生出来的影像会生魅 为什么它会生魅 因为它随着因缘会生命 比我现在眼睛 看到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讨厌的 所以我讨厌它 各位 它就出现了 你讨厌它 不是这个人你讨厌它 不是这个人 是 它变成你法性中的法像 你在讨厌它 因为你有一个讨厌它的经验 可是 它出现的时候 对你献殷勤 它跟你道歉 它买很多东西给你吃 可是跟你讲它的错 去原谅它 你现在会想说 其实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差 原来我以前误会它 它真的很可爱 你现在变成很喜欢它 请问各位 这个不是生魅像吗 而这个生魅像 来自于什么 来自不同的因缘啊 可这样子你听得懂不懂 我 如果你懂得不同的因缘产生的生命像 它全部都是虚幻的 都假的 不要受到它干扰 它干扰不了我 各位 所以 你如果能提悟到这个 環塑像 皆是虚幻 再來一句话 若见诸相 诸相 是法相 然後 你知道法相 是虚幻相 你就可以见法性了啊 法性就是如来 所以若见诸相 虚幻相 極限 如来 所以从法相 看法性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修行者 他修行正确了啦 所以各位 法相跟法性 就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各位 既然普光明常的普光明常 叫做法性 那各位 我现在就把摩托眼把它当做法相 各位 这也可以哦 可是这个法相里面 我也可以称为 它叫法性 所以法相中也称为叫法性中啊 可这样了解吗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八宗里面 有法相中 为什么没有一个叫法性中 因为法相就是法性啊 贱相就贱性啊 所以 摩托眼就是法相 站在体相用而言 相用就是法相 站在体它就是法性 而这个普光明常它就是法性 而法性 显现出来法相 所以普光明常 就是在讲心的体 各位听懂吗 而大称在讲心的什么 体相用 所以各位 这两者连起来 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大称里文字 现在把里文字 各位把它呢 先来掀开 大称 普光明常 不是同样一件事吗 大称讲心 讲体相用 而普光明常 讲什么 讲 体 而体出现相用 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哦 所以这部经 是在讲体相用的经 哦 所以了解哦 这部经为什么那么重要 是我们迪巴卡拉 说它是显密 各位 同一的整个经 虽然文字不多 不超过两千个字 可是这部经 是真正回归自信 成佛的经 各位 这部经 你等下来就会发觉到 它的原文很短 它的续文 全部都是诸佛菩萨的赞叹 它的流通文 全部都是诸佛菩萨 各位想要视线的流通 很特殊的经 主文的正宗文很短哦 可是续分跟流通文 都非常的大 那个为什么这部经 值得那么多的诸佛菩萨 包括天王 四次王天天王 包括欲望上帝 大自在天等 还有龙王等的赞叹 的流通 为什么 因为它值得 因为这部经 就是纯粹回归自信的大经 也是菩萨修行的指要 他的灵灯 他的灵药 他怎么修行 他指导菩萨怎么样成佛 他也讲成佛的境界是什么 所以这部经合称起来叫做 大称李文字普光明长经 好 各位 我讲到现在 第二讲的一半 我把经题介绍完毕 好 请各位鼓掌一下 以下我们要进入经文 好 现在我们来看经文 如是我闻一时 佛在王舍臣奇蛇觉山中 与大菩萨无量百千亿 纳由他数 皆是大智精进善巧 正无言法或妙变才 四处非处不相违反 善调身心聚诸解脱 常由三昧不舍大悲 惭愧为生智慧为首 多所饶意如大宝舟 了知诸法善不善相 不着文字而有言说 于真俗门动达无碍 生明实际不住其中 善能分别而无所受 虽厌生死常护世间 周遍十方有大名称 于真妙葬即然宴席 虽厌寿生涌出山界 而行诸有免计众生 平等教诲至常闲善 平等怜悯心无染灼 能令自他莫不清净 成就如是无量功德 其名曰圣思为菩萨 法正因菩萨妙生菩萨 法网菩萨遍积菩萨 十地菩萨 十世菩萨 大名称菩萨 聚诸辩菩萨 千荣相菩萨 功德山菩萨 莲华眼菩萨 莲华念菩萨 朱济菩萨 妙音菩萨 如是等菩萨摩合萨 皆如同子 色相端严 于此众中而为上手 好 先在这里 各位到目前为止 你看经文到这边 有那么多的菩萨 可是这些菩萨 还没有介绍完毕 各位等一下 各位有观生菩萨为上手 后面还有菩萨要出现 可是各位这些菩萨 我们念过这些菩萨的法名 首先各位要知道 不管是哪些菩萨的出现 他具备的哪些功德 就是 这些 大智 精进善巧 正无言法 霍妙辩才 是处非处 不相违反 善调身心 聚诸卸托 常由生媚 不舍大悲 惭愧为生 智慧为首 多所勞役如大宝座 了知诸法 善不善相 再来 不走文字 而有言说 与真俗门 痛达无碍 生命实际 不住其中 善能分别 而无所受 虽宴生死 常入世间 作片十方 有大名称 与真妙常 极然宴席 虽献受生涌出三界 而行诸有勉力众生 平等教会 至常咸善 平等灵敏 心如乱卓 能令至他 莫不清净 成就如是 无量功德 各位 这些菩萨 都具备 刚才所念的这些功德 首先各位要知道 既然 各位已经 学佛学到现在 能听到 今天到现在 这些文字上 所表达的功德 请各位一定要知道 全部都是 入华界功德 不是世间的功德 各位菩萨跟佛 我先跟各位说过 他只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菩萨叫绝有勤 称为叫菩提撒多 称为叫菩萨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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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自觉 跟觉他 所以各位 菩萨具有两个功德 一个要自觉 然后菩萨一定觉他 各位没有菩萨不觉他的 可是到了 自觉觉他 而觉醒的圆满 就称为叫做佛 他就插在这个地方 所以菩萨是走在道上 而这道上里面 他边自觉边觉他 再从觉他里面回归到自觉 自觉的当下 不断的在觉他 到达圆满的时候就称为叫做佛 而到底菩萨要自觉 觉他 而这个佛在觉醒圆满 他到圆满的觉 是觉什么 就是觉自信 注意哦 这个觉就本质圆满的自信 也称为叫大乘 刚才解释叫大乘 也称为叫普光明常 就是要觉那一个 众生本具的那一个 各位如果站在 显所国师的 我还要严谨 就称为他叫 自信亲近圆满体 就是那一个 好 就是要觉这个 那个要觉这个 菩萨还在过程 还在自觉 觉他的过程 所以称为叫做修德 所以菩萨称了叫修德 修德意识就是还在过程 他不但在自觉 不但在还行 一直在还行 所以等下的经文要讲哦 要当一个菩萨 各位他要还行什么 这部经 为什么那么多菩萨来赞叹 因为我们能够当到 这么样陆地的菩萨 等觉菩萨 都是这样子还行来的 各位注意 如果你不还行 你成不了菩萨 你没有办法成菩萨 你怎么成活 所以各位 为什么 原觉今天告诉我们 成活三要素 第一个 一定要善知识 第二个 一定要忏悔业障 忏悔业障 叫还醒 那方法呢 可用mentra的方式 念活也可以 拜忏也可以 修真言也可以 各位总共三个 一个叫舍摩他 一个叫三摩扑体 一个叫禅罗 各位 除了这三样以外 更没有了 更要懂哦 原觉已经跟我们 讲得那么清楚 所以第一个 一定要善知识 善知识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mentra mentra就是什么 就是经典 要有人讲 你愿意听 你要信 这个要讲正话的 第二个 要忏悔业障 因为我们有不断的 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入菩萨境地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业力 这业力来自于哪里 就是不认识真相的习性 你一定要点头啦 各位 每一个人都有啦 所以有人跟你讲习性的时候 你要勇于接受 你不要谈辩 因为你如果谈辩 没有 你就是佛了啦 而且佛不会谈辩 各位 你一定要听我懂这个话啦 真的啦 我苦口婆心跟你讲 那各位 修德 修正自己 然后把修正自己的心得 这个道路是要回归自信 然后再帮助别人 告诉别人是这么样的方法 这个叫自觉觉他 那各位 什么叫觉醒圆满 就是回归他的自信的德 这个叫信德 所以各位 这个话 你要永远记得 菩萨就是修德 那佛就是信德 那修德的目的 是要回归信德 各位听懂吗 这个路 如果左偏 就不是菩萨道了 左偏就不是菩萨道了哦 就是要回归 德 这个德 是来给自信的德 就是心 就是自信的德 那各位 我们来看看 这一部经 出现的这些菩萨 他具有哪些修德 他已经具备了什么了 各位 看到了这些文字就知道 他们已经几乎要接近了 圆满的信德了 所以各位 出现这些菩萨 普光明经出现的这些当机众哦 全部都是 最低标准 都是陆地的大菩萨 甚至有一些 已经是准 这个等觉菩萨 什么叫准觉菩萨 就像观世音大世智一样 就是要成活 可这一部经 开场白 这个卡苏 有够强吧 各位 你去看看 我们看一部电影 看到呢 主演的 这些呢 这些演员 吓死了 每个人都这种资历 各位 不花钱去看都不行 太好了 这一部一出来就是这些 而且这些都具备了什么 我们来看 如是我们 就在当下 好 各位听着哦 我们看能播经典 像阿弥陀经 我现在举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听的人当机众 分三维 内维的 最里面的 全部都是历史人物 像目前人 像大家设尊者 像设立佛 像这些阿难等等 这个都是历史人物 我们把它称为 这个叫生文城 生文 就是佛的地址 佛生人可以找到 第二 第二 外围的这些是菩萨 对外围的是外父 是玉皇上帝等诸天 那个我要问你们 阿弥陀经 当时候在启示记 孤独语言 讲阿弥陀经的时候 我们如果站在人类的角度哦 我们把时空恢复在当时哦 我们只看到什么人 围在佛的四周里面 听他讲阿弥陀经 目前人 阿难 佳瑟等人 因为他跟我们一样 有四大甲和历史人物 可是中间的这一段 你眼睛看不到 外围的这一段 四体还阴 你当然你也看不到 可是 佛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佛在讲金刚经的时候 那位当机众 各位 就是那一位 他就佛生生 你可以在他的旁边 他说不定他会打奔剃 他会流鼻水 你也拿卫生纸给他擦 各位 那一个人叫谁 虚菩提 可是 这一部 大乘理文字 普光明常经 这些菩萨 全部都不是 四大甲和的人类 各位 他类似哪一部经 类似圆绝经 圆绝经 十二位菩萨为上手 还有无量无边的菩萨 跟随 各位 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佛陀 入法界 心中的菩萨 所以这一部经 是决然入法界的真经 因为参与者 当机众 全部都不是 四大甲和的人类 更要了解 要先知道 这部经 经 经 提出来的特色 各位 你网络上查 圣思伟菩萨 不是像我们查 迪马卡拉 他出生哪一年 死在哪一年 从什么地方来 甚至可以记载 他父母亲是谁 到中国 最后葬在什么地方 没有 华王菩萨 没有 妙音菩萨 没有 可是经典 有记载 他全部 都是佛陀 心中的菩萨 各位 生活众生 三如叉悲 他是佛陀 心中的菩萨 请问各位 他何尝不是 我们心中 出现的菩萨呢 所以当下 如是我闻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看这部经 你不是第三者 你是当机者 当机的当下 你献出这个菩萨 以及献出佛陀 和他们之中的对话 你是当机者 用的本心 来听这部经 这个才叫做 如是我闻 而这部经 当然要有地点 是在王色城 这个就是世间的地方了 曲绝之三 这个旗的意思 就是旧 旧的意思 曲绝就是头 所以各位 这一座山 以现在地球而言 就是灵旧山 因为它的状况 如阴 如旧一般 所以 曲绝之三 就是今天的灵旧山 地点 活在这个地方讲的 可是当机者是谁 你去看内容 无量无边 大菩萨 无量无边 百千亿纳犹他数 什么叫做 无量无边 百千亿纳犹他数 就是这个数量 是不可以计算的 讲给你听 你也听不懂 无量无边 请问各位 只有 什么样 才能献出 无量无边的菩萨 请问各位 我要问你们 是法界还是世界 法界 所以这部菩 是截然的法界金 可其实任来一部菩 都是法界金 只是表达的当机众 有些是用世界的人 来表达 可这部菩 全部都是法界的菩萨 跟佛的佛心 他们之中的对话 各位首先要先知道这个 而这些菩萨 他们都具有 大智精进善巧 那各位 什么叫大智精进善巧 大智的意思 只有什么才叫大 摩摩哈摩才叫大 摩赫就是不变 它不动不变 那个它不变 精进善巧 什么叫善巧 跟我们四档中五牛就叫善巧方便 为什么叫善巧方便 为了度化众生 众生有不同的根器 你为了要让他回归自信 你要用不同的方法 来诠释他 来教导他 所以这称为叫做随缘 所以这些菩萨都具备了什么 大智精进善巧 这些菩萨 他都具备了 修得了什么功德 都具有不变随缘的功德 可能进入到不变随缘 都是陆地菩萨的品位了 再来 正无焉法 或妙变才 他正无焉法 可是可以用无量的变才 什么叫正无焉法 无焉法是回归自信才叫做无焉 大乘理文字 进入大乘才叫无焉 金刚经不是讲一句话吗 无法可说 活说法 无法可说 无法可说 世民说法 什么叫无法可说 进入到本心 无法可说 而进入到本心以后 借着随缘 借着众生不同的根气 产生无量的变才 来说服他 来让他称呼 这个才叫做无量的变才 所以各位 这个是在讲菩萨的功德 无说而说 哇 所以各位 这些菩萨 他具有不并随缘的功德 大菩萨 这些菩萨具有无说而说的功德 这是金刚经的境界 对呀 佛没有说法 如果有人讲我说法 这个是伴活不解 如佛所受益 说法者 无法可说 世民说法 这叫无说而说 就看看 而且他 世储非储不相违反 什么叫世储非储不相违反 世跟非不恶 世是什么 是讲有 有事嘛 举例嘛 非讲什么 讲空 所以他具有 空有不恶 有空不恶的功德 各位 我现在讲出 我把四个字 这个都是金刚经的境界 所以各位 佛所视线这些菩萨 都是已经进入到 金刚波雷法界的大菩萨 那各位 当然 这个介绍完毕后 我们赶快要期待 到底这些大菩萨 要问佛什么 各位呀 我们从世间法的角度 这一堂课 有一个人演讲 来听的人 要问问题的人 全部都诺贝尔得主 各位就知道 这一场演讲 有多精彩 问的问题 有多深入 各位 现在这部经经开头 先要跟我们介绍 要来听经的人 跟问问题的人 是什么层次的人 各位你就知道 这部经会怎么重要 这些菩萨 他已经正不变水眼 无所欧说 有空不二了 再来 各位继续介绍下去 他的功德要继续介绍 你看这部经 刚开头 就把这些菩萨的功德 全部显现出来 再来 善调身心 拒诸解脱 他们能善调身心 这身心是什么 身心就是我们所讲的色 拒诸解解脱 解脱是空 所以他进入到空有不二 色空不二的境界 常犹三昧不舍大悲 各位什么叫三昧 三昧就是本心 就是我们的智慧 那个不舍大悲 什么叫大悲 不舍众生 所以他悲至双云 这位菩萨 他悲至双云 残跪为身 智慧为首 残跪为身 各位什么叫残跪为身 他知道 残跪意思不是说 我有这个身体 我很残跪不是 残跪就了解到 这个身体是幻象 所以有这个身体是幻象 可是这个幻象的身体 以智慧为首 智慧为首 所以他已经进入到 菠雷波罗蜜 再来 多所劳益 这个形容 了知诸法 善不善相 他已经了知了 诸法的善不善相 换句话说 他已经提悟到 诸相 悔相 相是什么 相是幻象 所以他了知诸法 善不善相 善不善相 就是诸相 悔相 善的意思 回归本心才叫善 从回归本心显出的相 是虚幻相 所以诸相 悔相 他提悟了 各位 提悟到诸相 悔相 他就见如来 所以这些 虽然他名称叫做菩萨 他还在修得当下 可是已经 都已经快到 觉醒圆满的如来了 好 再来看下一页 不着文字 而有文说 不着文字 而有文说 可他已经知道了什么 他有文说 不着文字 他已经知道 进入到无助身心 身心 代表什么 有言说 你没有生这个心理怎么说 可是 不着文字 因为他因无守住 所以各位 金刚般般的境界 他又产生了 与真俗门 痛达无碍 真跟俗 一个叫圣义帝 一个叫四俗帝 那个圣义帝 称为叫真 而四俗帝 称为叫旺 所以各位 他也已经进入到 真旺不二的境界 全真即旺 全旺即真 哇 个子不得了了 真 跟旺 他完全都清楚 旺是什么来的 是真所显现的吗 完事旺 全部都是幻象 你看幻象 就回归到真心 所以他已经深入到 这个真族门 痛达无碍 而声明实际 不住其中 他已经了解到实相了 所以不住其中 所以呢 他已经体悟到 虐坛妙心 实相无相 所以他已经真生明实际 实际就实相啊 可是无相 他不住其中 他不会牵涉在这里面 他知道 相是让我用而已吗 然后他善能分别 而无所受 什么叫善能分别 而无所受 就是他已经进入到 转第六意识为 妙观察制 所以我以摸君所讲的 善能分别诸法相 以第一意不动 妙观察制 各位众生是在 第六意识的分别 佛跟我们什么不同 佛菩萨进入到妙观察制 他还是在观察 可是观察中 分别中 五分别相 这称为叫妙观察制 各位 他已经进入到这个了 所以验生死 常户世间 他虽然验生死 这个验不是讨厌哦 所谓的验生死 是不验生死 可是也不取涅槃 所以他进入到生死涅槃 他是一不是二 所以生死虐槃 无生死 无虐槃 他已经进入到 虽验生死 常户世间 各位 他为什么要户世间 因为众生在世间 还没有开悟 众生在世间 还没有得悟 所以 他进入生死 而进入生死 他在生死之中 常验生死 常验生死 就是不会被生死流所干扰 他周遍死亡有大名称 为什么有大名称 各位 就像我们看阿弥陀经一样 阿弥陀经讲阿弥陀佛的名称 十方佛所都赞叹 阿弥陀是什么 当然 他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 真如自信 他是一个大名称 周遍死亡有大名称 就是我们那个真如自信 与真妙常吉 这个极然宴席 什么意思 他进入到平等的境界 他进入到平等的境界 的真妙常 真妙常 真妙常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 极然宴席 极然宴席 就进入到极媚 那进到极媚的状况里面 就是真心极媚 就是违规到真心 再来 虽献兽身涌出三界 他虽然出现了这个身相 可他涌出三界 涌出三界 其实他的四大甲还在三界 可他的心已经离开三界 他虽然身在三界 已经不受三界的干扰 而行诸有勉励众生 为什么 他虽受身 虽献受身 涌出三界 他来干什么 他献身来干什么 他献在三界干什么 他不受三界干扰 他就来勉励这些众生而已 因为众生在三界 他就必须要 设在三界 这个就是 《娃娃经》里面 《妙法莲华经》里面的 观音普达普文秉所讲的 众生以合身得度的 极限合身为之说法 而且平等教会 自尝贤善善 什么叫平等教会 他已经从我执 从环如众生的我执 进入到平等性质 所以他已经转八字 为四字了 他进入到妙观察字 也进入到平等性质 再来 平等灵敏 心无懒拙 他对众生都平等 灵敏 心无懒拙 这句话代表什么 就是金刚经讲的 广大第一场 金刚经告诉我们 菩萨善互念诸佛萨 善互主诸佛萨 那个广大 就是我们的本心 第一 第一要什么 回归自信 让这些众生要成活 可是魅度无数 无量无边众生 而死无众生 得魅度者 这个才称为叫做常 为什么 因为众生与我是一体 所以平等灵敏心 而没有难做 所以众生对他而言 完全平等 为什么 因为众生与我都平等 它是我心中显现出来的幻象 所以众生是幻众生 更要了解 所谓对如来常而言 众生 是我心中产生着幻影众生 各位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如果我们叫做众生 你们叫做众生 你对我的如来常而言 你是我如来常显现出来的 影像的众生而已 你们哪有实际 不管你讲你都实际 对我而言没有实际 那个相同的角度 自他不二 正在的角度 我们对你而言 不过我们认为是大假若真实 对你而言 我们也是你心中的幻众生 既然众生都是幻 你的心才能出现的平等 所以平等 灵敏无然之后 能令自他莫不清净 能令自他不二 为什么 因为他进入到自他不二 自他已经不二 好 成就如是功德 这些菩萨 所念这些菩萨 他都具备了这些功德 那个总规句话 自他不二 所以争妄不二 可一切不二 那各位换句话说 这些菩萨的功德 他全部都是 截然的 入法界 所以既然这些菩萨 都是入法界的菩萨 当然说从我们的如来 我们的释迦牟尼佛 在灵敏山这个当下 他显现出自心菩萨 来跟佛陀的对话 这样子了解吗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 这些菩萨具备了这样子的功德 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 这些功德里面 我会再讲化界 这些菩萨全部都是入法界菩萨 所以各位 这些菩萨 他的法名 是在讲他的修德 等一下我简单的介绍他的法名 可是这边 各位要把这个版面 要插掉前 请各位 我把刚才佛经里面 这部经 显现的文字 我几乎都是用四个字 四个字 来做表达 这些的含义 这个全部都是我们自信的功德 而这个自信的功德 只有入法界 才会产生这样的功德 入法界才叫无威化 所以金刚经的那句话 不要忘记 一切贤胜 皆以无威化而有差别 换句话说 要进入到贤胜的阶段 一定要入法界 所以六祖谭经才会讲 入法界就是出宿 才叫做正 那世间才叫做邪 那个这个正跟邪 不是讲人世间的正跟邪 好坏 不是讲这个邪的意思 就是权 邪的意思 就是不正 不是入法界 他还在向上之中 这称为叫做邪 进入到法界 才称为叫做正 不变随缘 不变是我们的本心 随缘是显现出来的幻象 请问 这个不是就是磨合吗 这个不是就是我们的心吗 无说而说 静止这个心 他不会说 可是他能现出像 现出像叫做说 无说而说 有空不恶 空 静止是空 他能现出有 他不是不恶吗 色空不恶 空 静止 能现出色 所以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色就是空 空不一色 色空不是不恶吗 卑至双印 至 至 至身 至 就是静止的功德 他产生了影像 来救度影像的众生 所以卑根至双印 菩萨的功德 波雷波罗蜜 唯有波雷波罗蜜 体悟到这功德 才能 波罗蜜 就是了身世 超越身世 所以六祖讲一句话 佛性虽奸 佛性虽奸 可是环瑙可葬 环瑙虽奸 唯有波雷 智慧可破 诸相 灰相 灰相 出相 镜子里面显出的相 全部都是灰相 所以若见诸相 灰相 极限镜子 极见如来 无助身心 无助 无所住 是镜子 他能显出相 所以温柔所住 而生其心 那个真妄不恶 镜子是真 他显出出来的幻影是妄 所以真妄不恶 实相 无相 实相是本心 本来是无相 可是他显出来的相 是幻相 总归句话叫无相 妙观察制 镜子本身产生功德 他能显出相 这个称为叫妙观察制 可是 显出的相 全部都是幻相 他了解到 所有都是幻相 所以称为叫妙观察制 妙 他已经察觉 观 观一切都是幻相 真心涅槃 真心涅槃 就是真心本性 真心本性的体 就是我们的自信 亲近原民体 平等性自 从真心本性的真心涅槃 产生出来的幻相 他既然全部都是幻相 所以平平等等 毫无差别 最后 自他不二 为什么 他 是依报的他 是大家的他 所有的他 不是都从我自信 公德的显现出来的幻相吗 所以自他不二 各位 这些的解释 我们还有太多 你如果了解经典 可能还有几倍 几倍的 各位可以写出来 可是 写到这边 也差不多了 总归句话 这个已经进入到 决然的一整花界 大菩萨 各位听得懂不懂 好 各位你懂得这个咯 我们再来介绍 这些菩萨的名称 一的名称 介绍出来 那个这些 我就简 你就 看到这名称 你就了解 他都具备了这个功德 第一位 叫圣思维菩萨 那各位因为第一位 圣思维菩萨 所以这一位 我要特别提到 为什么 因为 等一下介绍菩萨那么多 是以他为上手 各位 因为经典 那么多当机者 一定有一个主角 他的主问者 就是圣思维菩萨 各位圣思维菩萨是谁呢 经典有记载 而这个圣思维菩萨 各位如果你知道 他的背景 你就知道 这一部经 他的整个架构 佛陀到底 跟谁在做对话 各位 你就会更清楚了 好 有一部经 叫做圣思维菩萨 所问经 各位这部经 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段故事 所以有不好看经典 就好像在看故事一样 这个故事是这么讲的 他说 有一个类人 听这个故事 他哪想用剑 或者用其他方法 去补鸟 可是要补鸟 当然没有那么容易 为什么 因为鸟会飞 而这个类人 也要有射箭的技巧 以及他要补鸟的技术 跟方法 就类人都想出一个方法 想出什么方法 他就做了一个草茅 做了一个草 那个一个茅屋 它住在里面 小小住在里面 这茅屋的外面 都充满了树木 而树木 各位 他砍掉这树木 叶子 各位也把它留着 所以乍看之下 这边就好像一个树 一个树林 那个他用这个来干什么 这个是一个活动的空间 各位 他住在里面 他每一天都在移动 移动的这个该做什么 各位 他来住在这个地方 可是外观全部都树林 吸引了鸟 来这边吸气 来这边休息 因为这个树 各位 可能还有一些果实 引诱这些鸟来吃 等到鸟都来的时候 它再用个大补器 把他天罗地网 补住 那这些鸟 当然就成为 它的朗中物 补中物了 这个类人想出这个方法 可是有一只鸟 从这边飞过 它一直在观察 观察什么 虽然这边都是树 可是树怎么会动呢 可是它没有轻易地停着 没有轻易地吸起 虽然里面有人都引诱它的果 它要想吃的东西 可是它不受到引诱 它只看到它怎么会动 会动的 怎么是一个天然的树林呢 所以这只鸟 一直在那边守护着 一直在那边看着动静 它一直在思维 在思维 这个会动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它是不是陷阱呢 有一天 当这个类人 它已经觉得 这些鸟已经够了 可以用大补器的大碗 把它一网大尽的时候 当然这些鸟 全部成为朗中物都死掉了 这一只鸟 它没有中计 它就挥走了 而佛陀讲 这一只鸟 就叫做圣思维菩萨 就是我的前身 仔细听 就是我的前身 而这一个没有补到我的 它就是颇寻魔王 所以我成佛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补到我 所以它还用方法来引诱我 可是因为我圣思维 圣就是什么 就是正 我了解到会动的东西 会生魅的东西 不要去沾染 因为它会动 会动就有生魅 生魅的东西不是真实 不要理它 不要受到它的引诱 只有不动的 才是我要的 所以它叫做圣思维菩萨 它借着圣思维 圣思维什么 正思维 圣就是正哦 它思维的本心 本心本来不动 所以叫阿处如来 各位 心本来不动 不动的才是真实的 我只要依靠它 各位 会生魅不真实会动的 一律都是幻象 不理不睬 各位 这一位叫做圣思维 所以它从圣思维里面 得到了无为的解脱 佛说 这个就是我的全身 而要来引诱我的会动的 它叫做Potion 各位 这部经叫做圣思维还天所问经 各位 如果听了有感觉的话 鼓掌一下 太棒了 这个举例公案太好了 佛一开头 为什么以它为上手 因为它是圣思维 请各位 圣思维 会动的东西 会生魅的东西 各位 它是让我们用就好了 不要太在意 反正它一定会生魅 不是真实的 你要的是什么 就是哪一个本字不动 本字清净的本心 它有一个名称叫做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所依靠的 它有一个名称叫做准提自信 是阿弥陀佛 你如果懂得这个 你的Menture可以成功 你的Suture也可以成功 你不懂得这个 任凭你念作多少 持作多少 念佛多少 你都没有办法进入本心 各位 为什么圣思维 菩萨会上手 就是这个原因 各位就了解吗 那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到 两千多年前的 释迦牟尼佛 他进入本心的状况 进入山内 他跟自己的前身 在对话 各位你就看 圣思维是他以前的前身 当然圣思维菩萨已经成佛了 他在讲他菩萨的过程的那状况 跟自己在对话 换句话说 佛如果是法身的话 他跟自己的报身跟化身 在做对话 那各位 佛的法身跟报身化身在对话 无非也是我们自己的本身 在跟我们的报化身在对话 你现在来听经 是什么来听的 透过你的耳朵 透过你的眼睛来看 各位换句话说 你来听经 为什么要如是我闻 我请各位要递听 递听就是把本心的化身 让它出现 你能听进去 你看到这些文字 为什么你看到这些文字 为什么你能听进去 因为你的本心化身有个报身 报身的功德 是可以去体悟 可以去了解这个 然后最借着这样的语言 这样的文字 语言文字叫做化身 来让你进入到本心 所以各位 你在天经的当下 为什么你会受益 因为你化化报三生 三者并用 到这边不知道你听得懂不懂 好 再一次 金刚经最后告诉我们一句话 这句话各位注意哦 是何等的重要 各位听我的诠释 为什么金刚经讲了一大堆 揪容魔使用五千一百多个字 讲一大堆 就要结束的时候 用这样子做结束呢 用什么做结束 云和为人眼说 不取向 如如不动 各位这边讲完以后 马上就喝一顾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云 如如一如天作 如是观 为什么前面要这样的铺牌 各位再听一次 云和为人眼说 各位 听着 为谁眼说啊 为你眼说 各位 你要知道啊 我今天是讲经者 我是为我眼说 而再借着原文字 为大家眼说 所以各位 我现在坦白跟你讲 所有受益最大 是讲经者本身 所以 菩萨的功德产生出来 自立而立他 所有立他的当下 一定有自立 自立的当下 一定是立他 你要懂啊 所以各位 当你产生勇气 你敢用正法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你就是在 自立而立他 不要以为 你都在立他 立他就在自立你自己 各位 世间法更是如此 也是 也是如是 各位 你的员工 你给他薪水 他帮你赚了很多钱 你当然在立他 改善他的生活 其实你才自立 他赚了很多钱 不是老板赚最多吗 就去想啊 你就说没有 都给他们 我都没有 你也赚到 赚到的时候 大家跟你 欢喜的 跟你恭敬 跟你感谢 你也赚到了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 所有的活法里面 全部都是自他不二 云和为人演说 为自己演说 那为自己演说 这个一定要文字语言 那各位 这个是化身 你出现了化身 为人演说 化身 那云和为人演说 各位 马上就讲 不取一项 什么叫不取一项 你要光照啊 那各位 你为什么能够光照 因为你有个智慧啊 你有双国体啊 那个你有产生的 你本身化身的功德啊 所以这个叫报身 报身就是功德 各位 你没有这个功德 你没有办法不取一项啊 因为你只是光照 在不取一项啊 云和为人演说 这些文字这么讲 这些文字这么样来提醒我 我要进入到观照 来了解到 他在讲什么啊 各位 为什么能够了解 因为你具有这种功德 这个叫智慧 这是无量无边的智慧功德 因为你身为人类 你会听得懂 如果你是鸟 你是狗 你听不懂 为什么 因为 随类各有道 他那类里面 他没有具备这样的功德 可是具备了 那太类的功德 不类智慧的功德 他很难消 所以才叫人生难得 那这功德出来 你透过观照 目的要干什么 目的就是要回归法身啊 你没有回归法身 我们就会在向上再轮转啊 所以 鲁鲁不动 什么叫做鲁鲁不动 就是不动的这个 圣思维菩萨 观察到 能动的 我都不要 我都不要在这边休息 你不要骗我 这个泪脸你不要骗我 Push你要不要骗我 他是哪会动的 我要的是什么 鲁鲁不动的本心 所以这个叫做 十项波蕾 这个就是我们的化身 若果讲经商经要结束的时候 云和问人言说 这个叫文字波蕾 透过文字波蕾 不取向 你要观照 一心三观空甲中观照 观照 观自在观照 观照最后 因为你有一个观照的本能嘛 各位我跟你讲 凡事人类都会有 各位注意哦 各位你好了解哦 有人跟我讲说 师傅我跟你讲 你讲得太深了 人家听不懂 不会 与我讲经到现在 尤其出家后的这几年 我发现到 很多初学者 只要能信 他这个契录 反而是那些老参 自以为是的 他认为他都对的 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录 为什么 因为他一个 我我之 把他弄住 这跟深浅无关 我没有骗你 我看有没有道理 本来就是你有的东西 我讲给你听 是你要不要接受而已 你只要接受 你一定点头 各位 也是这样的勇气 我才不顾一切 一定要讲 为什么 只要碰到有缘人 他就能得度 各位你要听得懂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文字玻璃一出来 进入到观照玻璃 就要进入到实相玻璃 所以画画报三生 不是当家就显现了一样 所以这部经是佛 他的画身 在跟他的画身 在对话 各位 为什么大秤 例如文字 普光明藏经 虽然它很短 这部经那么重 它有很深的内涵 各位 现在跟各位讲 你知道中国有一部很重的经 悟空大事万一的 叫大陆经 比如则那 成国经 大陆经 你知道大陆经的对话 两个 一位 一位是谁 比如则那 一位是金刚守菩萨 你知道 比如则那 跟金刚守菩萨 是什么关系 比如则那 就是画身 金刚守菩萨 就是他的画身 画身 画身在对话 画身当 画身的当机众 讲给所有的众生听 各位 这个是大秤 火法 非常奇妙 非常特殊的 你如果没有从法界进去 你一开始看到这个经 各位 很多人认为 大乘灰佛说 他就不相信这部经 有地点在 人类 人 完全都不是真实的 怎么会相信 这个就是不入法界的原因 好 那各位 这位菩萨 称为叫圣思维菩萨 所以各位 圣思维菩萨 我要请问各位 他是一个虚拟的人物 是一个历史人物 还是一个 法界的大菩萨 法界的菩萨 他在哪里 在你的心里 所以各位 当你懂得这个 这一部经 你一看 你能告诉你自己 你会不会受到 这位圣思维菩萨的加持 会啊 为什么 因为他是你的心 所变现出来的啊 你只要相信 他就加持你啊 你只要不相信 他就远离你 可能要了解啊 所以为什么经典所在 信 他的原因在这里啊 好 这一位叫圣思维菩萨 第二位 华正音菩萨 各位这个看文字就知道 华正音 就是华音菩萨 华音是什么 就是从心里面 产生出来的音 它不是外在的远文字 可是外在的远文字 为什么要实现外在的远文字 也是从心 产生出来的外向的东西嘛 是借着外向的东西来回归自信 所以叫华正音菩萨 第三位 简单介绍 妙音菩萨 各位 我们在五方佛里面 有一个叫做妙色生如来 有没有记得 广伯生如来 就是彼如遮那 广伯生嘛 骗一介处嘛 东方 阿处如来 阿处如来 就是不动如来 阿处的意思叫不动 不动如来 什么叫不动 不动就是我们的本心啊 本心 而它实现的叫做妙色生啊 妙 妙色生 那这妙色生也称为叫巨竹色生啊 所以金刚经讲的巨竹色生嘛 巨竹色生就是指报生嘛 那个彼如遮那佛 彼如遮那如来 就是指华生啊 所以华生跟报生的关系 他不依不义 所以报生的妙色生如来 是从华生的彼如遮那所显现的嘛 那各位 这边讲如来 这边讲菩萨 他已经要进入到圆满了 所以称为叫做妙生菩萨 再来华往菩萨 往的意思叫伦 伦子的外围叫软 所以华往菩萨 就是华界 华轮常转的菩萨 变基菩萨 什么叫变基 他充满了智慧 变才无碍 所以变基菩萨 有时候也称为叫做文殊师利菩萨 慈地菩萨 什么叫慈地 地就是心也 所以慈地菩萨 就是我们的本心 本心神本不动 所以地藏王菩萨 本宴经里面 有一个叫做 这个地神 监牢地神 各位他不是一般的地神 他就是我们的心 监牢 坚固 那个完全 不动 所以各位 这位称为叫慈地菩萨 所以各位 在我们念 妙法灵花经的时候 慈地菩萨 急从坐起 偏袒右肩 他有问嘛 观生菩萨 为什么那么的功德 慈地菩萨 就是慈心菩萨 这个心的菩萨 慈士菩萨 嗜 就是世间 各位 当你从心 看世界的时候 世界是法界 所以称为叫慈士菩萨 大名称菩萨 他的名称 远不熟方 所以大名称菩萨 我们也可以讲 他是大四字菩萨 各位你去看 进入到法界 所有识方 可皆有名 接下来 俱 诸辩菩萨 各位 这位俱诸辩菩萨 在华言经 有介绍过他 因为他有 事无碍 事无碍变 那事无碍变呢 第一个 法无碍 第一个 义无碍 第三个 词无碍 最后一个 印无碍 这什么意思 这个大家知道 他的说法的时候 无碍 说法的华语 无碍 说法的文词 无碍 印无碍 就是别人回应 别人问他 他答也无碍 所以这位菩萨 叫做 是无碍变菩萨 那各位 当你入法界的时候 从法界解释 说的一切 全部无碍 所以巨诛变菩萨 接下来 这位菩萨叫 千龙相菩萨 各位 你看这个名称也知道 什么叫千龙相 千的意思 就是无量无边 请问各位 只有什么 可容纳 无量无边的相 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千龙相菩萨 他就是入法界的菩萨 再来功德山菩萨 什么叫功德 何其自信 本具功德 何其自信 无量的功德 如山一般 没有动摇 所以功德山 各位 从这个名称就知道 菩萨是修德 他是回归自信的修德 称为叫功德山菩萨 再来 莲华眼菩萨 莲华面菩萨 各位 这两位菩萨 既然讲到莲华 所以各位 不要忘记 这部经 你只有看哦 他也是一个 莲花布的经 各位 为什么 在大日经里面 要讲出五方佛 你知道吗 我现在先跟各位讲 五方佛的中间 比如这呢 它是什么含义呢 它代表第九式 叫安摩罗式 也叫做 华界体性质 华界体性质 各位 你要知道哦 这个全部都是新的境界哦 所以叫 显密源通哦 各位你要了解哦 这个是有它的含义的哦 我们有一个本心 叫毕如则纳 为什么把它翻译成毕如则纳 这个都是语言文字翻译的 用幻文翻译来 就是华界 我们的心 体性质 那个站在 站在维世学的角度 解生命经的角度里面 各位 这个是我们讲的安摩罗式 叫第九式 有个第九式哦 这个叫自信 可是这自信的功德 请各位要仔细听 是众生本具哦 自信的功德 它无生无习 不生不昧 它在哪里 所有的众生 共用这个自信 请各位要听到 各位我再举个例子 你看到很多波浪 它是共用一个海水 我再举个例子 你们更清楚 各位你去看电视 电视是只有一个荧幕 可是不同的圆 会产生不同的channel 每一个channel 产生不同的影像 可是共用一个荧幕 而这个荧幕 我们把它称为叫比如则纳 各位这样听懂吗 所以叫法线体性质 而这个法线体性质 它会产生心 因为性 性这边写一个字性 它会产生心 所以叫一念不绝生三系 心要产生哦 好 各位再问你们 昨天讲过很多次再复习 性跟心什么关系 真心本性 无生无习 不生不寐 可是碰到的缘 心就产生了 所以心不自心 因尽固心 听得懂哦 所以各位要懂得心的由来 那现在的比如则纳 碰到缘以后 心要出来哦 这个心 就是本心 心 性本心 性没有作用 各位注意哦 性不会产生作用 产生心就有作用了哦 各位我讲这样听得懂不懂 而心这个作用 大缘静置就产生 那一面静子产生了 而这个静子本不动 所以称为叫阿处如来 他本不动 所以阿处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动 他不动 所以各位 这个是大缘静置 产生大缘静置了 大缘静置就是我们的这颗心 各位知道吗 这颗心就灿烂 称为叫大缘静置 如果你在迷的话 他变成阿赖耶 所以阿赖耶是真忘和和 有真有忘在里面 你呢回归本心叫大缘静置 各位这样子了解吗 所以大缘静置就是我们的心 他从什么来的 从信来的 各位你这样子你就能了解 那佛法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为了度化众生用 他必须要把具体 把这个理讲出来 所以大日经 金刚典经在讲这个 各位其实 淨土人的法门是从这边来 所以各位以后的廉耻大师 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各位现在 因为这个很深 是讲给各位再提悟一次 再来 那这个当这个心出来的时候 请各位听着哦 这个心我们把它称为叫菩提心 它从东方出来 就像太阳刚刚出现一般 当你花了菩提心的时候 你的本心它就显现了 可是刚发菩提心 本心显现 你必须要悲至双印 因为菩萨一定自立立他 你一定要悲至双印 然后把这个本心的菩提心 带众生苦 所以那本心 我们的菩提心有三种心 执心 身心 跟大悲心 然后要带众生苦 那个要把这个本心 花费的淋漓尽致 那南方的宝生活出现 宝生如来出现 为什么它在南方 东方太阳 刚刚从东边出来 花菩提心 南方刚好最炎热 太阳最热的时候 就是你悲至双印 对于众生帮助很多 你带众生苦 你悲至双印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的如来宝珠 这一种菩提自立的宝珠 花费到淋漓尽致 所以叫保身如来 南方 而且你要度化众生的当下 一律平等 为什么一律平等 因为众生与你是一体 所以它称为叫平等性质 那环露众生呢 我执很深 第七诗叫我执 莫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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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执 可他度化众生 随着我再度化 所以他没有再度化 可是 保身如来 视线 第七意识 就是 转第七意识的 曼纳士 可这个莫纳士 为平等性质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观察到 所有的众生 都是我心中现现 出来的 影像而已 影像皆平等 到南方 保身如来 到功德 具足的时候 不要忘记 阿弥陀金 讲一句话 谁能往生净土 不可以少 善根 福德 因缘 而生往生净土 这往生净土 虽然是在 刹那间 一行不断 可是 你没有具有 善根 福德 因缘 你偏偏就 听不到这个话门 而且让你听到 你也不信 而且你要往生说 你偏偏就让 业力的冤心在 来跟头你 为什么 想明白的 你善根福德 因缘 不足 有些人善根福德 因缘 足 你看他没有在念什么阿弥陀佛 可是偏偏 他要往生 碰到一个 有修有正的 善知识 跟你讲几句话 你真的往生净土 难道你没有看 净土 贤圣论的那位 张善和老居士 他是杀牛认为罪业很深的屠夫吗 他要往生的时候碰到一个高僧 那个高僧告诉他 你只要听到牛头马面来讨命 听到各位 有牛头马面 跟他的叉 有啪啪啪的声音 你听到一次啪 你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念到一个啪 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要自信 你本心 以阿弥陀 本无异 請問淨土賢生論講的 三善和造惡那麼深 他當下是往生淨土 往生淨土有什麼作用 去那邊成佛了你知道嗎 為什麼人家善根福德因緣夠嗎 為什麼同樣一不經 有些人要聽 有些人不聽 有些人能接受 有些人不能接受 有些人能碰到 有些人不能碰到 各位這跟善根福德因緣有關 所以寶生如來 到這邊南荒 這邊的功德進居住的時候 接下來西邊出現了阿彌陀如來 所以西方極樂淨土 你功德主的時候 要回歸這個地方 去修習了啦 去成佛了啦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你看 從發菩提心 菩提心到達圓滿的時候 回歸淨土了 所以各位淨土三經裡面 有沒有記得 觀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跟阿彌陀經 阿彌陀經講慈敏念佛 觀無量壽經跟無量壽經 告訴我們怎麼樣去淨土你知道嗎 要花菩提心 一向專念 重點在花菩提心 你沒有阿彌如來的菩提心 你沒有阿彌如來的菩提心 裂經的寶生如來的悲智 雙印你如何回歸淨土 各位瞭解嗎 所以它是轉第六式叫妙觀察制 所以淨土有仕土 還聖同居方便有於時暴中延到長激光 妙觀察制 仕土 你的第六意識本來是分別 極端的分別 你現在分別還在喔 各位分別不在就不是佛訓喔 就像你要吃飯還是吃沙蕩 我們要吃飯這個叫分別 跟善分別 各位 各位 這個就是回歸到阿彌陀佛的世界 所以五方五佛裡面 各位 這些佛出現了 最後 不空成就 這個成為叫成所說處 什麼叫成所說處 這個叫成所說處 一到五的 一到五 什麼叫成所說處 不空嘛 什麼叫不空 真心本性不空嘛 回歸到真心本性產生成就 然後 藉著眼耳鼻舌身 來幫助更多的眾生 來度化更多的眾生 那度化更多的眾生 你沒有用眼耳鼻舌身 你怎麼度眾生 你進入法界以後 跟你沒有產生的法界 所產生的法相 你怎麼去度眾生 所以你的五根 眼耳鼻舌身 都要產生嘛 那跟你回歸淨土了以後 你在這淨土休息 你在這淨土再成長 當你成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各位 你的本心一定會對你呼喚 不是你要不要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眾生有感 活菩薩就有應 你自然倒駕車行 視線眼耳鼻舌身 來幫助跟你有緣的眾生 這稱為叫不空成就 成所做處 各位 剛好是這樣的一個循環 所以這稱為叫五方五佛 所以各位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日本有五輪塔 就在講這個 這是他不得不 用一個建築物來表達 可是他如果沒有說明 我們也不知道 去再表達這個 那這個就是我們眾生本據 各位這樣子了解嗎 好 如果各位 讓我們了解到這個的時候 各位 我們就體悟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菩薩 有兩位菩薩出來 蓮花眼跟蓮花面 它是屬於蓮花布 這就是蓮花布 所以本心裡面有蓮花布 所以這部金 這部大稱禮文字譜 光明藏經 最後 他說這部金 當你體會 這部金 當你了解的時候 最後一個功德 你知道是什麼功德 臨終的時候 阿彌陀如來 會 當場來接引 回歸到 本心的自信彌陀 所以這部金 也是蓮花布的金 也是淨土的金 所以你看 與會的菩薩 有蓮花眼跟蓮花面菩薩 最後 再把這兩個人介紹 朱祭菩薩 可這個有一個典故 這個典故來自廟法蓮花經 蓮花經裡面 可有一段說明 他說 有一位國王 可這位國王是轉輪聖王 對人民非常好 而這位國王呢 對有功的功臣 實際上賞賜給他 大家也都很高興 可是這個國王 有一個在他頭上 記就是頭上 頭髮這邊 有一顆明珠 這顆明珠 他從來沒有拿出來 賞賜給他的功臣 那各位 他很多功臣 以他的親信 包括皇后就問他說 國王阿 你都可以把什麼東西 都賞賜給人 為什麼你頭 頭頂上 你這個法上 這個祭 這個祭 祭上的祭 你不隨便拿出來嗎 他說不行 這個要傳給 真正王位的繼承者 不管你通道的功勞 各位 這是隱喻喔 全部都生內化 他要承傳我這顆豬 一定要永續下去 因為這顆豬 是無償的寶豬 所以我在觀察 各位 法華經用這個故事 來舉例 你們知道嗎 這一顆豬 叫做最上蹭法 叫做一蹭法 就是我們的自在本心法 其他的功勞 賜給他的 全部都是隨緣的 大小法而已 這個本心法 一定要傳承者 才能傳 因為他真正可以讓眾生 了生死 其他是福報而已 那各位 法華經裡面 講的這位菩薩 叫諸祭菩薩 聽得懂嗎 所以這部經 是本心的經 太珍貴了 佛陀藉的這部經 要介紹給我們 我們有一個本心 的這個寶物在 所以叫諸祭菩薩 接下來妙音菩薩 是法華經裡面的 妙音菩薩品裡面講的 他產生了微妙的音 這個音如法羅一般 各位讓法輪長轉 所以叫妙音菩薩 如是等菩薩摩爾薩 皆如童子色相莊嚴 什麼叫童子 童子就是赤子之心 就是我們的本心 色相莊嚴 以此眾中而為上手 好 各位今天 我們就發 第二講 大稱禮文字 普光明常青 先把精明再度的介紹 然後這些菩薩 跟這些菩薩的功德 各有介紹給各位 那各位 既然 在序分裡面這些菩薩 都是大咖書的喔 我們所講的都大咖的喔 各都是陸地 甚至是等絕菩薩 各位第三講 你就期待 他們到底要問什麼 要問的問題 有勞這麼大的菩薩來問嗎 好 各位 我們下週再見 阿彌陀佛喔